我想起來可以暫停嗎 我想要起來 很燙 很燙欸 歡迎回到十九八七 那今天呢我們來到三峽的大膽跟溫泉飯店 今天呢我們本來是不打算來拍片的 我們只是想要來度假一下 結果發現 嗯 房間跟湯屋都是很棒的 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蠻適合分享 所以我們什麼攝影廠都沒有帶 對 所以現在是手持的iPhone 沒錯 所以這個影片會很晃嗎 我盡量 好 這邊有一個床 那這是什麼房間要先介紹 我們現在在的是 沒錯 然後它外面是警官泡湯匙 然後這邊有一個小床 可以讓你休息 只有單人床欸 這樣我們怎麼 為什麼 好 我們就看一下泡湯的地方 非常的寬 哇 這邊有抽風機 所以我講話要很大聲 你看它有兩匙欸 我知道另外一匙是幹嘛的 我也不知道 另外一匙好像只有冷水 這匙有溫泉跟冷泉 可能就是那種吧 然後泡很燙的 然後突然去泡冰水那種冰鎮的感覺 就是這樣煮麵的時候會比較Q啊 所以我們的皮膚可能也會變得比較Q吧 好啊 這邊定價大概是一天五左右 一個半小時還是一個小時 九十分鐘 平常好像是會打九折 有住宿打六折 所以這樣六折是多少 九百塊 九百塊 對 這天大概是九百塊 一分鐘十塊錢 你一定是那個有門 欸 我以為有門欸 對 有門是這樣 好 開水喔 開水喔 我們現在在泡它的溫泉了 這溫泉據說是從地底下 一千五百多公尺挖出來的 那什麼概念欸 一千五是很深嗎 一千五非常深 它就泡三七大全夫吹北 就這樣 好燙喔 好燙喔 我想起來了可以暫停嗎 我想要起來 很燙 很燙欸 很燙欸 很燙啊 很燙啊 好燙喔 我們現在吃兩隻被燙熟的蝦子 不知道一般也是幾分鐘就熄熄 我們泡一下就很熱的就起來了 十分鐘 我們繼續泡吧 其實呢大阪根它有免費的 露天泡湯大眾吃 不用一定要泡這個藥籤的湯 對不對 就是你住宿的話它會給你門票 給你去露天的spot吃 它是直接拿房卡換毛巾 然後就可以去泡湯 露天的 就是混合湯 可是要穿泳裝 那如果你是不想穿泳裝 就可以煮這種湯 所以你脫光光湯 好燙喔 對啊 好燙喔 早安 早安 我們現在去吃早餐了 今天是早上七點鐘 早起 我們去看哪個早餐好不好吃 早上去應該比較少人吧 一定喔 看很多人都出發了 這個園區好大 他去吃個早餐也要走這個 野嶺大道 大家看野嶺大道 很多的叔叔阿姨們也很早起床 很多的叔叔阿姨們也很早起床 我們到了太子溪餐廳 走吧吃早餐 好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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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來開箱房間 為什麼又是住到第二天開箱呢 因為我們第一天因為我們沒有想要開箱 然後就先住進來 然後你還把它用得那麼整齊 再開箱 你看它算它原始的風貌 很大間耶 我一進來其實覺得它很大間 真的嗎 然後那邊有一個合適的空間 後來就查過往上面 那邊是可以加床 是吧 這是一個床墊跟棉被 加床用的 然後這邊的Fu很好耶 陽光可以曬進來 現在是早上 所以就是 早晨的陽光 登登 浴室它採用的是 雙面糰 是不是很像豪宅 為什麼要是兩個啊 豪宅都這樣啊 就是這是男主人 這是女主人 沒想到吧 兩個男主人 真的假的 是這樣分的啊 對 為什麼 就是Master Bedroom裡面 豪宅的主貨 裡面會有兩個雙面糰的那個浴宅 為什麼你會這麼懂豪宅 上網看的啊 是喔 對 然後它這邊是兩間分開的 乾濕分離 分的超開 然後呢 我要跟你講個秘密 好 就是它那個馬桶超 超煩 對就是它按下 沖水呢 它會整個水會噴出來 噴在你的腳上 不要啦 就會噴在腳上 而且我實驗過囉 你把馬桶蓋蓋起來 一樣噴 真的假的 它一樣在從那個 小縫縫噴 很噁欸 然後淋浴間就沒什麼特別啊 就是一個淋浴間 就是淋浴間 對 然後開箱長 很彈欸 而且它很大 我也覺得它其實蠻大的 它最讓我開心的是 我覺得它這個棉被的質感超舒服 我還特別去翻了 他說棉被大概3,800 你要買可以買 其實蠻便宜的 而且蓋上去很溫暖 而且它的床其實算便宜吧 等一下我喊了 這個房間 大家猜要多少錢 我沒公布好了 這房間官網上面 是8,000塊 要加一層服務費 那是 大阪哥度假酒店區的雙人房 但是如果你用 訂房網站看 我們偷偷看一下 訂房網站 各大地方網站 都只要大概9成的價格 就7,000多塊 超大的 這算落地床嗎 沒有落地 可是有一個大床 可以拉開嗎 然後就會看到那個露天炸泳池 欸真的欸 看到那個溫泉區欸 我們就是在飯店正上方 這樣子 8,800的房間 你覺得划算嗎 我其實覺得難怪 就是吃一個高級的酒店 對啊 它整個營造的氛圍是讓你有高級感 所以我覺得7,000多塊還行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 訂閱分享 留言 在下面留言 你覺得這樣子的價錢 可以接受嗎 掰掰 下次影片見 掰掰 你好 你去哪裡了 走掉了 他只是想要去一個沒有你的地方 他只是想要去一個沒有你的地方 你去哪裡了